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金鐘的現場回來家裡 沒多久 在天橋上面 大家都知道警方什麼彈都出來了 催淚彈 胡椒噴霧 催淚水劑 橡膠子彈 布袋彈 全部出來了 我在天橋上面 來發射這些重型武器 不是很接近的地方 但都中招 這次催淚彈 其實很多人告訴我 比上次 因為我上次在佔中的現場 知道他放催淚彈 我就已經開始撤退 因為我在六七年暴動的時候 和讀大學期間 一些被放催淚彈的地方 我的反應是很強烈的 所以我上次很快就離開了 沒有實實感覺到催淚彈的威力 今次有很多人告訴我 比佔領運動的時候 催淚彈厲害很多 有些在現場受過催淚彈的人 他們說科技進步了很多 我也不知道哭還是笑 我的感覺是什麼呢 我感覺是 你看不到煙的 我在橋上 但是眼睛開始癟 喉嚨開始痛 然後最要命的是 整塊臉都痛 整塊臉都痛 皮膚是很痛的 那裡有很多人拿著水 我相信是一些救護人員 跟我衝 然後才能解除痛楚 我回來之後 這個過程 看了很多在網上發出來的片段 今次說未完 今晚有二十多人受傷 其中一些片段 你覺得是很嚇人的 譬如有一個 我不知道用什麼彈 打到眼睛 他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說基本上已經看不到東西 已經紅了 腫了 而且有一個 就是香港電台外判的司機 叫莊文龍 他在金鐘執勤的時候 其實已經穿著一件 《螢光》寫著記者的背心 他是司機 也可能要幫忙 你知道機器很重 要幫忙抬他的機器 他執勤的時候受傷 一度心臟停頓失去之覺 送到瑪麗冤救治 警方多次施放催淚彈 現場也傳出很多下槍聲 他雖然穿著執勤的時候 穿著記者的螢光背心 但仍然受到攻擊 所以港台工會強烈譴責 警方過分使用武力 令這些幫助採訪 例如拿攝影機器的同事受傷 新聞工作者是很危險的 例如在6月9日晚 有錢電視的記者 都是拿著麥克風 旁邊有個攝影師綁著 然後叫著記者 都被警察用警棍攔腰打 另一個片段 我不知道新聞是否 就是這個莊文論 我不知道 就躺在地上 是口吐鮮血的 馬大眼 然後一口血在口裡噴出來 我不知道他的狀況是怎樣 你看到是觸目驚心的 還有媒體也拍到 在高處拍到 有一個示威者 被大概 我數了五、六個 或者六、七個 這些速龍小隊的警察 被捕了之後 然後 就是在光天發日下 有很多傳媒拍著 就用警棍和腳踢他 用警棍吐他 這些片段可能只不過是冰山一個 在整個運動裡 只不過是冰山一個 我在天橋上一直看 我感覺很痛心 痛心來自兩個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 警察基本上 我在天橋上也看到 一班警察 如果你看上一段影片 都知道在我身邊 在我們身邊聊過 他們其實是在做 所謂 換房的工作 早上他們在這裏 到一段時間他們離開 一整隊這樣走 都穿了防暴裝備 但是你看到他們的樣子 那種魚狼似虎的樣子 走過天橋上面 大家的人很和平地看著他們 尤其是電後那些 退後走的那班 好像四周圍都看到恐怖分子的幻覺 拿著警棍出來指著 究竟 然後我看到一個老伯 只不過在現場拿著相機拍著他 就像我一樣 他也看到警棍呼喝那個人 你不要跟著 你站著就行了 現場採訪的記者 簡直說 很會做 大聲喊 不要再跟他們了 到此為止 即是說這班人已經到了非理性 目露空崗的程度 如果再來的話 再令到他們的情緒高漲 可能連記者也打 那種虛脅 那種四周圍都是敵人的感覺 被人覺得這班警察 其實有很多人懷疑他們 是不是香港人 是不是香港警察 為什麼當四周圍都是敵人 究竟他的指揮軍 怎麼brief他們 對這次的任務 是不是就像我們看到那些速龍小隊 那樣 見人就拳打腳踢 另一個心痛的原因 除了看到警察 覺得這麼可怕之外 另一個心痛的原因就是 你看到那班年輕人 我在天橋看下去 絕大部分都是年輕人 那個形勢 跟2014年5年前的佔領運動 是很相似的 大家已經很快守望相助 譬如傳一些長餅傘 拍了一段影片 他們很迅速傳一些長餅傘 傳水 生理鹽水 被那些中了招的人 去清洗眼睛 清洗臉 傳眼罩 口罩之類 在現場有很多人大叫 有沒有烤喘藥 因為這些 出雷氣 出雷氣 出雷彈 是很容易引起烤喘的 有沒有烤喘藥 很快就有人把自己的袋子 在現場本身有烤喘病人 把烤喘藥推出來 被中招的人 有烤喘病的人 去馬上吸收 你看到那種 守望相助 患難相扶 這些年輕人 老實說 全部都是很善良的人 什麼情況下 什麼人去促成 令他們會以死相搏 用他們青春的身軀 去跟警方重型武器 以死相搏 在什麼情況下 驅使他們做 我必須承認 我年紀比較大 體力也不知 我不能像他們這樣 在現場做支援的工作 我受了這個招 之後已經覺得頂不住 馬上要離開 我離開的時候 心裡很難過 現場的年輕人 其實是為了我們這班人 老實說 為了我們這班 留下的爛喘子 很多人都這麼說 過去做了幾十年 一事無成 某程度上 但我必須承認這是事實 留下爛喘子 他們為我們 用他們的肉身 去抵擋 這些魚狼刺虎的警察 不分男女 不分老友 就揮棍去打 射橡膠子彈 射橡膠子彈是會死人的 中了是會死的 現在有一個說法 其中一個是 我在現場聽到的 就是一個年輕人 中了橡膠子彈 打到頭 會腦震蕩而死 而且那些布袋彈 是甚麼來的 布袋彈 其實是用來做 驅散群眾震捕的 很多國家都會用 是由散彈槍發射的 所以大家看到 一些警察 用散彈槍 去瞄準示威群眾 就是用來發射這個布袋彈 這個布袋彈 其實真的好像 一個普通的彈 有40克 要自動發射 所以動能是非常大 這個散彈槍射程 由6米到23米 威力是最大的 令到和疑犯有距離 初速比較低 不是流線型的 以及比一般的散彈槍 用 所以精準度較低 在3至5米的範圍 這個子彈可以每秒 70米的時速射向目標 一般不會死人 但是會造成重傷 身體重彈會有乳傷 會有肌肉撕裂 一旦中了眼 就會致馬 那隻眼流血的年輕人 跟記者說 現在看不到東西 我有點懷疑 他就是中了布袋彈 這些是不會致命 不過致重傷的武器 警方是用這種武器 去對付這群人 除了眼罩 口罩 生理鹽水 什麼都沒有 手無寸鐵的市民 這就是我們的政府 好了 林鄭今天一直沒有出來 沒有出來 找張建宗出來做一段影片 她不是見記者 很多人散開 什麼和平散開 林鄭今天早上 在群眾佔領下角度 佔領龍和道 早上時間8點 接受CCTVB的訪問 我聽到消息 應該是真的 也有不同的媒體報道 就說她接受完訪問後 本來是當天1點就會播出 1點鐘就只是龍和道 下角度 金鐘這一帶 是警民對峙交著的時候 因為林鄭在這個影片裡 是有流眼淚 哭的 某程度上是哭訴的 有些人看到之後 TVB的主觀看到之後 就覺得這段影片 可能會激起群眾的憤怒 於是 就把這段影片押後播出 到再晚一點 7點多 8點 晚上又再播一次 她一直都沒有露面 沒有面對記者的質詢 而是用一個最安全 對她來說最友好的傳媒 做一個單方面的宣示 她說什麼呢 她用一個比喻 我覺得全片 我沒有詳細看 我看間接的報道 全片我認為是最重要的 或者是最短目的 最有生歸的就是這一段 她說我打一個比喻 我一個媽媽 有兩個兒子 如果每次兒子說我要這樣 如果我都遷就她的話 我想我們短時間母子關係會很好 但小朋友成長之後 因為當時的任性 而我縱容她任性的行為 她又後悔 為什麼當天媽媽不提醒我呢 第一 你當全港市民 都是任性的小朋友 我知道全港市民 當然不是740萬市民 我覺得全港市民 103萬市民上街 有老有亂 有年輕人 有小朋友 你當這群人沒到 這群人是愚民 愚蠢的愚 OK 大律師 律師 會計師 醫護人員 教師 這群人 這群人全都是任性的小朋友 你不是吧 對不起 這群人的腦筋比你更好 這群人 對於這個逃犯條例的修訂 對他們的衝擊和影響 大家完全是非常清楚 大律師公會說完一次又一次 律師會也發表了一個 要你暫時各自的 又或者更改善的 聯合意見書 然後 很多專業團體 教會 很多關教會 老師的團體 校長的團體 都叫你 不要令社會撕裂 麻煩你停一停 想一想 暫時各自 不要叫你收回 叫你各自 叫你再談一下 他就用 我們不能夠 要小朋友任性 否則他就會後悔 為何都是媽媽不提我呢 我聽完之後 我覺得感覺就是 你完全是梅於事實 本末倒置 你當全香港市民 都是愚民 都是愚蠢的人 包括這些專業人士 你那個傲慢 那個程度 我想沒有什麼人能言所及 你那種精英心態 你那種自以為是全世界 我都說全宇宙只有三個人認識 台灣條例修訂 全宇宙 第一個就是林鄭最認識 然後到鄭若驊 然後到李家超 不要玩 你當我們是什麼 他說到這裡之後 接著就說 這個要溝通 解說和溝通是有用的 或許 不能完全消除擔心 焦慮和爭議 他就不能夠滿足 這個年輕人任性的要求 怎麼說到呢 一段影片 較早之前在網上流出來 就被問 有人說你賣港 他說 我和所有香港人一同成長 說說說就流起眼淚出來 我對這個地方的愛 令我作出不少個人的犧牲 接著他就說 你知道我家裡有個不理正事和世事的老公 林先生 即是林兆波 他說他認為賣港 兩個字有問題 他說你怎麼可能賣港呢 林兆波 跟他老婆說 即是林鄭 你怎麼可能賣港呢 但你真的有問題 你當了行政長官之後 你真的賣了新給香港 林兆波也挺幽默 但我們不懂得笑 你當了特首之後 你真的賣了新給香港 你賣了新給老共 別玩了 你所做的事 你現在做的事 是傷害香港的法治 傷害香港人的自由 免於恐懼的自由 傷害香港人的人身安全 你賣了新給香港 你賣了新給魔鬼 而令到全港市民受害 如果你真是愛惜年輕人 為什麼你不反省一下 為什麼今天 在金鐘 用肉身 去擋整方重型武器的年輕人 究竟他心裡想什麼 他腦裡想什麼 是不是你心目中任性的小朋友 當那群法律界人士 三千人穿著黑色衣服 沉默地遊行 他心裡想什麼 他腦裡想什麼 這群人是不是你心目中任性的小朋友 當一百零三萬香港市民 走四公里 走四五個小時 冒著毅熱的天氣 反對這個逃犯條例修訂 這群人是不是你心目中任性的小朋友 作為一個行政長官 對反對的聲音 輕輕地說 這群人就是任性的小朋友 我這樣遷就他們 他們可能會後悔 媽媽為什麼你當時不看我 那種高傲 那種高高在上 那種自以為是 那種嬌橫拔護 我都不知道用什麼形容詞 可以形容得透 不過有一點我肯定 他在新界社團聯會 左派的組織 不知道是什麼周年大會 沾沾自起 公開說 中央政府很支持他 很理解他 又確實是 你們看外交部發言人 三番四次 中央政府是支持 修訂這個逃犯條例 和司法互助條例 又好像是 因為中央政府 理解又支持他 令到他如目春風 於是他就是 鞠躬順遂 死而後矣 他不理香港人的死活 他不理這些年輕人 繼續被警察毒打 他不理香港可能會陷入萬劫不復的處境 他不理國際社會的反應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民主黨 回應這個逃犯條例 他說如果一旦修訂得到通過的話 美國國會 他會把美國香港的民主人權法 放上去 然後通過 這條美國香港的民主人權法 可以對 侵犯香港人權 剝奪香港人民主權利的政府官員 作出制裁 包括不讓他們去美國 不簽證給他們 包括凍結他們在美國的財產 林鄭 我相信你很快就會面臨這件事 得到這個待遇 會比去檢討美國香港政策法 美國香港政策法對全港受到很大的衝擊和影響 但是這個民主與人權法案 是對那些違反人權 剝奪香港人政治權利的政府官員 針對性地作出制裁 我希望這一天很快出現 深藉口快兩週年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月定計劃 打開網址便會看到 又或者你用PayPal繼續付款給我 用最新的轉數快 用這個號碼 任何銀行戶口都可以轉數給我 用Payme匯豐銀行的93315439 都可以轉數 又或者你用八達通的好易比 同樣一個號碼都可以 拍照也可以 你可以寫支票或畫線的 寫這個名字 寄到這個地址我都可以收到 你要我的銀行戶口號碼都可以 Facebook PM我 請大家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兩週年